車隊掃街 但是前一天發生了小插曲 在台南遇到熱情的粉絲 放煙火歡迎 遠景擔心發生意外 潑水交襲 另外在家喻女中 則是外牆掛上了電子看板 希望宣傳車經過的時候 音量小聲一點 以免影響到學生讀書 而高雄鳳山選情競爭激烈 蔡英文總統南下輔選 民眾黨的柯文哲 則是繼續在賴清德 台南本命區掃街 質疑民進黨的前瞻計畫 亂花錢 賴清德 玩笑腰跟路邊 一整排支持者 機場撥鋼琴 宣傳車往中線靠 以免撞到熱情的嘉義長輩們 同一時間 總統蔡英文到高雄鳳山 幫許智傑掃街拜票 路口民眾熱情揮手 藍綠互控踢爆 也讓選情競爭異常激烈 蔡英文 偷地點 偷地點 車隊穿梭大街小巷 也發生小插曲 賴清德前一天在台南掃街 店家前面地上煙火狂炸 遠近道場立刻潑水交襲 支持者太熱情放煙火 迎接賴清德車隊 人就跑掉不見人影 但要說到選舉影響 嘉義女中學生最有感 門口大大LED看板掛上好幾排字 說經過學校時請宣傳車稍微降低音量 也祝大家高票當選 今天競選的一些聲音怎麼 連後面那邊 連我在這邊都覺得很吵 學生要讀書考大學 候選人不分政黨通通安靜點 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 則是到台南賴基德本命區 持續掃街拜票 時間越晚後方 貪食車車隊人越多 好 台灣 加油 越晚聚集越多 警方也大陣仗維持交通 而對於民進黨血錢大撒幣 柯文哲很有意見 整個國家的那個 那個支柱要重新調整 我問完民進黨說 我對前瞻計畫非常有意見 我們就說 錢要花在改花的地方 不滿民進黨錢沒花在刀口上 未來應該重新檢討 選錢衝刺 綠白南台灣交鋒 號召力互相嗅肌肉拚 最後一筆路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分鎖 對應 逢